这头鬼鬼祟祟的熊狮正屠服着身子 沿着草丛边缘处行走 原来他盯上了不远处的猎狗 熊狮漫不经心装作路过的样子 以此来麻痹猎狗 降低猎狗的戒心 等到猎狗已经完全放松警惕 背对自己后 熊狮立马开启了战斗模式 一路小跑 向猎狗杀奔而去 可怜的猎狗没有丝毫察觉 等到熊狮到了身后才反应过来 不过这么近的距离 猎狗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 熊狮追上去将猎狗扑倒 再次给到镜头时 熊狮已经将猎狗活活摇死 不过熊狮杀死猎狗 大多数情况仅限于落单的猎狗 而熊狮杀死猎狗的主要目的在于 减少竞争者 并不是为了吃 事实上猎狗经常以腐肉为食物 身上常年散发着一种恶臭 而且猎狗的肉质极差 口感很柴 吃完后很不容易消化 味道也是又酸又色 这让狮子难以下咽 毕竟熊狮嗅觉一向很灵敏 因此它们咬死猎狗后 都是气质不顾 很少会直接使用